我請教商譜大哥 你怎麼觀察大過年的 這一個除夕夜傳來 澳門的警方公安 直接逮捕了安宇軒的老公 當然他過去很大的事業 確實是在澳門 洗米華周邊的賭場相關的生意 對 你看到安宇軒在元旦的時候說 今年請對我們好一點 似乎並沒有對他們好一點 那你看得到在整個格局來講 習近平要抓緊錢袋子 槍桿子 刀霸子 還有其他的鼻竿子 他都好好的操弄 但是唯獨是錢袋子 他好好抓住 那大家看得到 索羅斯講到 中共有四個基本上的弱點 一個是他的房地產的崩盤 第二個是疫情 第三個是人口 第四個是權鬥 這地方都在這個地方 可以集中反應起來 有幾種的看法 第一個看到的是骨牌效應 我相信陳榮煉只是一個開始 也是應該是開始之後的第二輪 第三輪是誰 一定是我覺得比較肯定了 是說季小波了 就是吳沛池的男朋友 恒生集團 之後你看到廣東集團 張志泰 巨星集團 彭越西 還有黃金集團 那個朱里月華 一個一個會倒 為什麼 第二點 因為他現在講到 六大賭廳會被見面 賭藏會保留起來 因為今年六月會有發新的賭牌 六張最多 那之後可以看到十年期 這個地方會延續 但是你看得到 香港有所謂的馬照跑 舞照跳 五十年不變 現在五十年不變 沒有了 馬還是照跑的 舞還是照跳的 但是在澳門呢 賭是不是照開呢 賭聽沒有了 賭藏繼續 但是這個一國兩制 已經完全是變了 已經走了樣 那第三個 我們看得到是鬥爭的問題 因為大家知道 他把周卓華 習近平華的案件 跟這個財榮鏈拼在一起 同一案件 不同團夥 意思是怎麼樣 周卓華當時候被抓 就被翻出了 他拍湄公河行動的時候 就跟那個孟建柱 孫立軍 還有那個 傅政華在一起 政法系統 所以可以看得到 習近平要清楚的 就是這些 抓緊錢戴子的白手套 這些白手套一旦抓住了 你看得到 紅二代 太子黨 江征胡溫 都浸在他的 那個翁中 這個是第一個 那另外還有說 陳榮鏈要逃的時候 是非常盡心動魄的 其實剛剛 創下兄講到 這個越獄記 其實反風 當時正式發生 那個陳榮鏈 要逃離澳門的事情 因為陳榮鏈想走 走的時候 想去瞧事情 去中國大陸瞧事情 之後又水路 基本上涉嫌 偷渡回了澳門 就躲在了 一個華都酒店裡面 最後警察上門 去拍門 把他抓起來 他還反抗 所以這個時候 抓出了他現金 410萬的 大概澳門元 大概港元 是非常多的錢 那不會太多 但是可以肯定 這個是 把他鎖定的一個事情 陳榮鏈 是一個澳門人嗎 不是 他是個近江人 他早就知道有危險 把遣散費給了員工 想去成立基金 給一些老員工 但未及成立 都已經被抓了 VIP 規运廳都關閉 但也無助於 整個問題的解決 那這個事情 你看得到 這個半軍如半虎之外 還有踩在 中共的獨裁的 鋼絲項 去賺錢的人 基本上 還是非常的危險 一下不留意 翻手為雲 敷手為雨的情況 就會出現 所以大家應以為解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小貝 的 小貝 財